词曲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词 李宗盛 hello 这期节目首先要感谢这位网友 女嘉宜同学 因为他给我们寄来了 这个箱子 Co-R Robot R1 如果你看了我们上个月的BUT 就是去仙女山的这一期的话 那你应该已经见到它了 那这个箱子呢 它是一个20寸的行李箱 它和我自己平时在用的这个箱子 21寸的箱子 其实我觉得差别不大 因为这两个箱子都是可以直接放到飞机的行李架上面 那这个箱子里面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充电器 就是这个东西 一个话充电器 除了这个以外呢 它这层下 是藏了一个可以升降的动力 那这个R1这个箱子呢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不用你拉着它走 它可以跟着人走 它还有14个感应装置 来确保这个箱子一直是跟着你走的 那为了验证一下 是不是像他们广告里面说的一样的神奇 然后我就买了一张网版的机票 然后就去测试一下看看这个箱子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这种神奇 好出发 哦对了忘了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记得给这个箱子充电出门之前 好现在已经到机场了 我把它启动 那启动时间大概就需要花到三到五秒钟吧 好现在我已经在往安检的方向走 刚才从停车场往登机大厅走的路上呢 这个箱子还是没有跟丢过人的 那这一点我觉得它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只是用的时候有两个小问题 一个是在机场这种光滑路面的话 它走路太安静了 这让人非常没有安全感 如果你不带它给你附赠的那个手环了的话 那就总会怕跟丢 第二个问题就是用的时候反正周围的人可能都在看 所以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过安检的话就不能拍摄了 好刚才过安检的时候呢 箱子里面还有电脑啊一些电子设备 所以这些东西是一定要取出来检查的 另外就是关于那个充电宝 它也是要拿出来的 安检的人员要看一下上面的那个电池的能量数 这个箱子最怕的就是碰到这种小朋友 他如果来乱跑的话 他其实要么是箱子会撞到他 要么是他会撞到箱子 这里现在是一个下坡 它在上下坡的时候 其实也能把自己的速度控制得很好 从安检走到登机口的这一段距离当中呢 它发生了一次断连 发生了一次跟错人的状况 那有可能就是因为机场人太多了的原因吗 我不知道 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箱子是怎么样启动跟随的吧 那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下面会有一个按钮 只要按它一下 那么箱子就会开机了 顶部这个灯就会闪烁了 等到这个灯变蓝之后 这个位置靠向自己 然后去按一下 这里有一个按钮 它就启动跟随了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带着它走 如果你想让它停止跟随你呢 这里亮灯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传感器 那么你只需要把手抓在这里 动力轮就会收回去了 然后它就可以正常的变成一个正常的拉杆线 其实这次出门啊 我本来呢是准备就背这个包回去 因为我觉得带一个箱子其实特别麻烦 重庆最近这段时间啊 都是25-6度左右 昨天是30度 那我要去的地方呢只有9度 那因为这次我回去的地方会特别冷 所以你会看到我带的一些厚的衣服 还有我的电脑 包括kindle啊switch啊 这些路上娱乐的东西 还有给家人带的一点小礼品 那老实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箱子 它设计的不是特别合理 因为我觉得这个箱子非常的贵 然后它的定位更多的也应该是商务的定位 像我刚才放这个电脑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没有设计一个专门的 像这种袋子啊 可以用来放电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方便的一点 你不可能指望带这个箱子出门人 还要再背一个包吧 像这里哈 我如果把游戏机和kindle放在这里旁边 随时打开 就可以取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再在这里加一个 就专门放电脑的袋子 就更完美 OK 刚才开机的时候你也看到 这里其实有两个USB充电口 我昨天特意没有给我的手机充电 就是为了今天来机场试一下 在上飞机之前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之前南航出现的 那个充电宝在行李舱烧着起火的事情 为了安全起见 我觉得还是跟这个箱子断开电量的这个连接比较好 行程已经结束了 那这趟航班还是蛮顺利的 但是老实讲可能是因为航班延误 又或者是坐飞机比较累的感觉 我现在到达这一块之后 我其实不太有经历和想法再去打开用它的跟随功能 我只想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箱子拎着走 它可能会在一开始给你一些很惊喜的感觉 但是不论你在飞机上使用还是高铁站使用 你用这个箱子都会成为人群的焦点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那我觉得这个是单趟行程之后的一个感想 等到我结束我这一次的整个旅行之后 我会对这个箱子有新的认识 之后再分享给大家吧 好的 那我现在已经回到家里附近了 准备用这个箱子在外面用一下的时候 出现了一点笑笑的状况 现在天气其实不是很好 银川这边现在应该是一个沙尘暴的天气 当我们把这个箱子开启到跟随模式的时候 它其实是不能跟随了现在 看走两步它就已经不行了 介于这种情况和上回我们在仙女尸案的时候有点类似 上回在仙女尸案的时候是因为雾太大 所以它没有办法跟着人走 这次不知道是因为沙尘暴天气的什么其他原因 它也是不能跟人走 今天是一个大景天 我们再来试一下看看 看来还是不行 那么现在就可以给出结论了 也就是说这个箱子它在室外的时候 它其实是不能跟随你走 那可能是因为光线太强 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它的跟随模式只能在机场或者高铁站时的 好OK那么我的旅行已经结束了 那么关于这个箱子我还有三点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就是这个电源 因为这个电源它并没有配备一个方便充电的接口 所以你要给它充电就需要带一个专门的给它配的充电器 而我这整趟旅行下来它还有50%的一个电量 在你的一次旅行当中 你只需要给一台手机充电 这个电量是比较够用的 好那么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手环了 这个手环在我试用的过程当中 它跟箱子断开连接之后 大概会在三秒钟左右给你发出箱子的丢失警报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箱子跟丢了 那三秒钟的时间在我看来不算是很慢 但也绝对不够快 希望这个手环能够再加强一下它的功能 郭文君说的都是乱讲的 不要听它的 听它的你就找了 公军官好一点 还有 公军官对它是公军官 还有 Test为公军官 还有 没有了 谢谢 下次再见 拜拜 还有 真的没有了 还有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当这个箱子 你再不用它的跟随模式 而是当做一个普通箱子来用的时候 它走起路来有点不顺滑 所以比起一般的旅行箱来讲 我还是更愿意使用一个一般的旅行箱 毕竟一般的旅行箱 它不仅走起来更顺滑 它也更轻一点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箱子的所有的感受 好 那就这样吧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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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良的老板哟 你是 我是何神啊 你掉的是这把金菜刀还是这把银菜刀呢 是你偷吃了我的桌子服 又我怎么掉了这把西瓜刀呢 老板 要想搞清楚是不是他偷吃了桌子服 再让一包不就知道了 看来真的是他吃了 好 这个心理箱本来是种草了很久的 不过现在看来功能是做的不太完善 公文军给大家演示了 不过 如果你这么想 你花钱是买着朋友圈里的5000个赞 那是不是又挺划算的 好我来看上一期老板吃了虫子的BBT的评论 来自嗶哩嗶哩的同学出一牛逼说 我老板 今天都是饿死在这 也不吃一支油爪味 哎 有点香啊 嘿嘿嘿 来自youtube那边的 臭酸肉饭说 怎么知道白花蛇草水的味道 嘿嘿去看看BBT第13期 不仅有女后妻和蛇草水 跟有串通通的废鱼罐头 帮你一致解锁多面人生 这周二 淘宝评论中奖的五个小伙伴 名字在这里 还是加群演的微博私信他 他会把小礼品送给你们 满99元送我们的三通充电线的活动 继续咯 搞快点咯 马上就要送完了咯 嘿嘿 最后 淘宝评论上个电视 网网号ZH 哒哒哒哒哒哒哒 刘铃说 我觉得不太行 广告做得太差了 完全表现不出有多好吃 我吃的时候表情多比广告夸张好多 没吃几口就被女朋友抢光了 这位朋友欢迎到重庆来 我给你一次 和牛肉干广告的鸡肺 嘿嘿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